來玩這款遊戲 不要啦 組長 可以選男選女喔 我跟你講我看到他的 說明圖片 肯定要選男的 是不是 然後 在那個圖片裡面我看到了小師妹 小師妹就是叫我大展規 那個妹子 看來是同一家 遊戲商開發的 你看你有看到嗎 他已經變成路仙耳了 他就是小師妹 從背景音樂 再加上這位角色 有沒有讓你回到叫我大展規 的過去呢 不過他玩法 不太一樣了 跟叫我大展規 對還是有一點 出路 稍微出了 出路而已喔 他的戰鬥那些還是 都比較不同的 有一些像探索啊 或者是什麼策略啊 時間要玩下去才知道 家族大廳 進身 身份 不過封測期間不代表最終品質啦 因為他封測好像 連廚師那些也都沒開嘛 那角色部分應該還是 就是 揭露的不多啦 揭露的不多啦 好 你有看到 他這個搜尋模式 有融入那個營店逍遙的氛圍 他戰鬥咧 四地比拼 四地比拼 升級 身份健身 五圓 五圓 現在 我們來先看一下 娶老婆 我沒有娶老婆 應該有啦 拜託 他之前因為 最好大掌櫃啊 掌握了財富密碼 應該賺了不少 三級門客 不過他真的是在封測欸 他都心目沒音效啊 只有一些背景音樂而已啊 嘖 這樣子要玩嗎 嗯 嘖 算了吧 看他有沒有什麼 二測以後 他這樣子玩起來 不太過癮就算了 看能不能看個老婆這樣子 還有自動搜尋欸 蛤 我就是靈天 繼續搜尋 沒有打擊感沒有音效玩起來就 感覺起來就很普通了 這個遊戲 感覺起來就很普通了 然後四級 打到四級 收戰五次 歡迎也戰鬥六次 哇哩咧 這邊跳過吧 上交三次 物資 哇 三級生分來了 可以娶老婆了吧 可以娶老婆了吧 布防紡織 招募啊 招募MANS吧 升到七等了 市民 哇 哇 這次換九次了 來 第九次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有四位了 然後戰鬥就是這個樣子 越多隻打起來是有比較豐富一些啦 但是主要還是看你的 戰力吧 這也是戰力值比拼的 然後沒有音效 正是弱了不少 可以娶老婆了嗎 感覺一直在重複做一樣的任務而已啊 老大你該不會沒辦法娶老婆吧 跳過 打了十五場戰鬥了 現在換到 香草原 我現在玩下來也快二十分鐘了吧 我現在玩下來也快二十分鐘了吧 我是覺得 你應該要在二十分鐘之前 你就要把遊戲的優勢出來了 你這十分鐘在做這些事情 我一度懷疑這到底能悶去老婆啊 還是有沒有什麼特別一點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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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這個畫面你做也是做不贏一念逍遙的啊 你看 這看起來就有點 那慘那慘 然後回答這個 算了吧 好啦 好啦 有點玩不下去啦 大概來講一下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 這二十分鐘內的體驗嘛 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啊 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啊 那有沒有娶老婆我也不知道 那有沒有娶老婆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差不多要解除安裝了 剩下的都普普通通 那之後就看他實裝音效啊 還是有什麼其他玩法再說吧 目前來看體驗大概 給個三四十分而已吧 還是有成長的空間 希望他未來會更好 那記得你那種 遊戲如果有什麼特殊 令人驚豔的地方 你應該在十分鐘內的新手教程 就要先出來了 不然會有很多玩家跟我一樣 玩到這樣子好像沒什麼意思啦 大家掰掰